第一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宿战 第六个的话 就是我们双目即使必见 第七个 就是射夺 地上上碍 你要如坐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放下的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那个金刚圈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钩 左手的话呢 就是三股金刚术一呢 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幽闭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肆气啊 出三肆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象 就是从无事以来 就是自探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拍出 出这个三肆气 那么的话呢 这个坐树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圈 也是压着一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着这个右臂 从左臂空当中的出三肆气 对 心里面观象啊 从无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呢 以昏色气体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拍出 这样呢 就是拍这个三肆气 双数度这个坐金刚圈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肆气 出三肆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象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 就是往外拍出 这样呢 就是拍这个三肆气 就开始念的经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愉言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降测 阿阿 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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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hen enthusiasm by baw κ ethic 快 ș cultural 规判 �die ung dem temat in sara maha z amb babab if douchor hakar 啊啊 哦哦哦 Youtube Look This Is Also Hold Spires 看我嘍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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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嘍 matte United uesta by Ba Baoma Anara La xe haa sah ha 46 啊啊哦哦哦 日日留一呜哦, 噦哼给 看 már测才她说, 教会派他 呆嘴iliú 碧亢咪,阿咯,哦哦哦, 日日留一呆呜喔,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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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修法前面已经讲了寿命无常的引导 今天开始跟大家介绍的是轮回的痛苦 首先讲一下观想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个漂泊在三界轮回当中所有的老母有情非常非常的可怜 因为他们一直戒量不断地轮回在轮回当中 流转在轮回当中 始终没有解脱任何一个众生都是这样的 从无始以来一直到现在转在轮回里面 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而言有些众生当过父母 有些当过怨敌 有些当过不怨不轻这样的人 所以说这些人也实际上是我的真正最有亲切关系的众生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对他们要生起一种悲悯之心 然后从自身的角度来讲我们自己在轮回里面也是无数次转生 甚至我们流转的过程当中我们变成小一些小驴衣 小的一些生命 如果他们的身体积聚起来肯定比水面上还高 如果我们在轮回当中所苦的眼泪和泪水积聚起来 比四大海洋还多的 灰还多的 所以我们在整个世间当中贪执我和我说的无数无边 就这样一来我们要对轮回产生一种非常严厉之心 无论是我们即生当中有了一些丰富的财产也好 就是众多的眷属或者鲜河的地位 世间上的一切一切的荣华富贵都已经具足了 但是一旦到死的那一天 就像是某种享受的财务和地位一样的 就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没有了 应该想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在轮回当中 受过多少的苦都无边无数字 这些都是来自于自己贪执我和我说 自己贪执精神和一切快乐而导致的 所以我们要想到轮回所有的这些景象没有实在的用处 一点用处都是没有的而且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好好修法 还要不断地漫长的时日当中还要继续受苦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自己要发心 发愿 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修这种解脱法 轮回里面一定要出来 出离心最关键的要修这是我们今天的修法 最后大家回想希望我们现在又开始有两种修行 第一个修行前面今天讲的人生难得的修行 重新开始要修现在可能修得不是很圆满的 我感觉到很多人还修得不成功还要修 同时我们现在每个引导也是要跟五光尊者的教言一起讲 那么这个引导也要修 凡是我们在加行上一定要下功夫 如果在这个上面下的功夫比较多了 那其他的后果不是很困难的 就像农夫在春天的时候在播种上面如果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受庄稼不是很困难的 如果他当时没有下好种子的话 可能怎么样希望也是收获不一定有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 一定要不要当做坎坡天天都说是加行加行 其实我说加行的时候也说说真行的时候也要说 但是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在座的道友们 也如果加行的基础不稳你的修行的的确确是很难成功 每一个人谁不想把自己的修行还是圆满成功 所以要到达这样的目标 我们原来藏地有一个师机他开着一个破破烂烂的车 然后说我是老师傅老师傅一般开不太好的车 所以我是老师傅我还是稍微有一点纪念 不敢说是一些大修行人的这种经验 但是我们这么长的时间接触过很多人的修行 自己也是了解过一些佛法 最后总是感觉得到佛法的修行很重要 修行里面先修加行很重要 我的两句话就是这样的 闻思修行当中修行很重要 修行里面先修加行加行里面先修从共同加行开始 否则恐怕基础是不稳的这一点大家切记 你以往毫测到刻 Therapy 比如阵队 宝宝 穿着 遇见 化音衣 wer 她 没 猫 可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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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